這邊就是一個早到天 如果住在這邊Wi的宿舍的話 就會知道 因為它這邊是宿舍出來 在河岸旁邊 然後就有櫻花 然後沿著這樣上學 哈囉 我是不成之 今天是3月30號 全世界都在等 東京的櫻花到底有沒有要開 因為原本應該是上禮拜就要開 可是上禮拜沒開 昨天好像東京的新聞說 東京的櫻花申不開 東京的櫻花申不開 所以我們現在人在社谷 帶大家看一下 社谷現在 哪邊可以拍櫻花 GOGO 這邊是社谷山丁木 現在這邊兩排全部都是櫻花醋 超扯的 很像假的 這邊我覺得現在3月30號算滿開 這邊是要從社谷站出來之後 走C2出口 C2出口一上來就是兩排 全部都是櫻花樹 我覺得還滿讚的 但是呢這邊的櫻花樹 開得比較高 我覺得現在下午有點背光 好熱 超熱 今天超熱 今天20 感覺體感有30度了 好誇張 因為我今天覺得我只閃住 台灣31度了都沒在喊 我整個要死掉 帶大家來走一下那個 橋這邊會長什麼樣子 橋上面 噴過去 兩排櫻花樹 現在是那個 日本人的花粉鎮 大爆發時期 真的耶 我的鼻子跟水龍頭一樣 你也會喔 聽說那個花粉鎮會累積到 你能承受的量超過之後 它是會鼻子癢 然後流鼻唇 眼睛也會癢 對 我那天就是 我跟我同事講過 很問我有沒有那個 花粉鎮 我說沒有欸 隔天開始我就可以 瘋狂流鼻涕跟流眼淚 然後我就想說什麼意思 你立了Flag 對啊 不要亂講話 現在那個櫻花掉的狀況大概就是 有在飄 有一點櫻吹雪的感覺 看到沒這個櫻花 這個櫻吹雪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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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沒有這麼誇張 但是這邊的地板真的是 全部都是粉粉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很可愛是 大家都會穿著粉粉的來拍照 我覺得很可愛 啊 今天的感覺 快快快 下一個 下一個 這邊的人就是真的很多 所以一直閃 一直閃 那個 剛剛 就是各種被路人擋 因為畢竟是路上 你也不可以太那個 像那個天橋上面也是 上面就是塞爆 這邊的人就是跟鬼一樣 多少一點來可以避個人潮 而且因為今天還是假日 所以人真的爆多 如果是平日的白天 可能會好一點 對 如果是平日的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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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邊是澀谷的第二個點 這邊是澀谷的第二個點 叫做Sakura Saka 但是現在呢 完全還沒開 你看它上面寫那個Sakura Mazi 它是從3月10號開始 可是現在就是還 什麼都還沒有 完全是 完全是 什麼都還沒有 完全是 沒有我的庫頭還要空 超級難過 還說找零 對啊 我覺得這個斜坡 應該是澀谷最有名拍櫻花的點 因為它有那個彎彎的那個 那邊還算滿好看 就算沒開也好像滿有FU的 但是現在是完全沒有 零 大家可以等花開的時候看 下禮拍吧 再過一個禮拜重看 台灣飛過來特地看櫻花的 對 我覺得這真的很可憐 真的滿可憐 今年真的完全抓不準 完全 因為他們的那個時間也是寫 是3月10號左右 可是現在完全沒有 3月10號根本什麼都沒有吧 這時候有那個 上也有兩顆 兩顆 就兩顆 下一個 Go 最後一個點 我覺得這次真的撕房金 早稻田旁邊的神田川 這邊就是一個早稻田 如果住在這邊Wi的宿舍的話 就會知道 因為它這邊是宿舍出來 在河岸旁邊 然後就有櫻花 然後沿著這樣上學 跟牧之本櫻上學一樣 對 你一打開窗就可以看到它 那邊還有寫寒氣的影響 所以3月25開始 才會有那個櫻花的lightup 所以它晚上還會點燈喔 有 會點燈 喔 現在是有點半開 還沒滿開的情況 這邊還有那個 就是祭典 欸你們看我們這樣走這一條 是全部都死欸 我覺得如果真的 開起來 還滿厲害的 對面那邊 欸這邊 這邊另外一側這邊已經開到一個 有在有感覺了 我覺得很讚 然後如果大家真的要來這邊玩的話呢 可以去買都電荒串的day pass 它是一個路面小火車 電車的感覺 嗯 很多人喜歡 會覺得那個很復古很可愛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人 看來我遞流 嗨 嗨 對嗎 對然後我們這邊是 找到電視一個地站 另外一頭 其實那邊也有很多好玩的 我記得那邊有個 遊園地 它是一個可愛的小小的遊樂園 我覺得也很可愛 這整條上面都會有一些景點 然後他們都屬於比較 小眾的景點 最近也是滿多人會做這條線 然後沿路看櫻花 就很有那個 很日 好啦 3月31號東京櫻花快報 到這邊 希望我來得及趕快出片 然後大家來的時候 剛好是櫻花滿開的時候 那就祝大家看櫻花快樂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讚留言分享 跟你所有的東京看櫻花朋友 那這樣啦 掰掰 好 等我上片 可能是五天後嗎 可能 你看現在有在飄飄櫻花 我覺得很讚 那這邊地方看起來都粉粉的 推推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在飄飄搜成